我们是在2011年成立的文创纪言公司 当时创立这个品牌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大部分来自于表演艺术界的伙伴们 那在创立的过程 我最大的一个忠识是希望建构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可以让不管年轻人 或者是参与的人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事业 那整个企业的一个核心呢 我觉得包容信任分享 这三个架构会是我办公室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也一直贯穿在这11年12年来的一个经营 ISO2011的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公司在其实在2012年从伦敦奥运结束之后 我们追索到全球性针对大型活动的一个永续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办公室在2013年我们就积极投入 那在投入的构面上面也获得当时的一个肯定 成为我们讲就台湾第一家 亚洲第二家 那当时我们在做整个计划过程中 而且是直接挑战所谓的一个组织型的一个验证 而不是单一个案型的验证 那相对它所涉及的构面跟它的广度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讲社会责任 一个活动的一个社会责任上面去做思考 那我们也进而开始去研究 所谓的在碳排碳足迹这个议题上面 它到底对环境的冲击的一个量化 那过去我们所听到的大部分都是这个排碳 可是它没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数字 就是当时那一年我们也委托了SGS公司 包含顾问公司 积极的大家一起来推估 那举一个例子在路程期回收的部分 我们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实际的回馈 我想本身布料跟塑胶 它本身在使用材质上的排碳就不一样 所以在活动行为上面 我们尽可能选择碳排较低的材质来去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活动结束之后它的一个延伸性的一个部分 我们如果透过在提案之前 我们就已经把可能路灯期的版面 就已经设定好了 我结束之后我要做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为了延伸它更大的一个影响力的部分 我们进而跟我们讲的 企事中心的一个团体 一个社福团体来做合作 那我们也实际去了解他们的做法 这个路灯期回去 这个他们会实际的用手去把它洗干净 然后再把它做成我们讲的这个笔袋 或者是我们延伸了非常多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 他们被社会的认同感 可能大过我原来超过想要执行的这个袋子 那进而后来我们更挑战延续 所谓的ISO的社会永续部分 我们曾经在部分的活动里面 我们把这一群人一起到活动现场来 他能够协助我们做什么 引导性的工作 那当然相对的我觉得 对他们而言 也许社会符号高给他是特别的 应该讲他有他的特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扣合ISO的精神 从环境社会永续 到经济的永续里面 三个一个基础的一个串联 我今天谈环保 因为我觉得这三个过分 是必须要被平衡的 环保非常重要 经济也很重要 社会永续也很好 在你有限的资源之下 你如何去分配它的平均 你也不能因为环保 顾及的环保不去做经济开放 对不对 你也不能为了经济开发 而去损失的环保 而去损失的所谓的 社会永续的这一块 所以我想 这个是我执行十年以来 我觉得最大的惨处 我想规划永续的困难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在规划过程当中的一个初期 第一个你必须规划一个 可以被达到的一个议题 我想就像政策一样 政策有它的高度 可是我觉得规划永续的议题 是你执行单位的态度问题 这是一个高度跟态度之间的角度 那如何规划一个它是可以被可行执行的 会是一个关键 对于永续未来的一个投入 那我想会去非常大的一个持续 那透过这一次永续实践奖的一个颁奖上面 我看到的参与的大家的一个非常大的热络 也相信在所谓的这样的推动它的未来 其实颁奖的那一刹那我就想起 除了在规划活动以外的高度以外 本身能够对于这个社会产生影响力 像这种 apprendre这个人 kind 这样的一刹那是什么 在今次用atory疾病 摸过来的视频 相 reverb